大家好,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是童文勋 现在因为很多人都确诊了嘛 那因为有政府能做事 这个做事不是做事情的做事 有政府能够坐在那边看啊 为什么是坐在那边看呢 之前还有防疫的关怀包 关怀包又给你一些饼干糖果巧克力 那一点用都没有 真正应该要有的是 对抗病毒的药啊 清除病毒的药啊,不是吗 这些药物通通都没有 现在是一个三无政府 没有办法,没有药物 没有快塞机 你累死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那所以我们要靠自己 那很多人都在抢这个清冠一号的中药的药包 那因为他必须要是中医师的处方签 那我们的清冠一号卖到国外去 他确实对于 因为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新闻 很多 感染了确诊之后 这个病毒他有一个肠尾效应 所谓的 新冠的肠尾效应 那他这个肠尾效应 是很多人没有注意的 你以为说你今天确诊之后 你就无敌铁金刚了 不管是不是他会再确诊 确诊的人基本上都会有新冠的肠尾效应的那一些后遗症 我据一位中医师告诉我们就是说 这个后遗症几乎都没有例外的 因为你一旦就是说即使你这个采阴性啊 快筛之后阴性你可以解隔离了 其实你体内还是有一定的病毒的含量 而新冠病毒跟感冒不一样流感不一样 他会攻击没有差别的攻击你全身的细胞 这是这个病毒的特殊性 那么也就是为什么你会有很严重的肌肉酸痛啊 喉咙痛啊 这种症状其实都跟流感症状是不一样的 好 那要怎么办呢 有这么多的后遗症 而且有很多是这个男性会担心的 他可能会有雄风不震的这个问题 所以口罩到底要戴好 有很多的老先生我看到 那个中年的男性常常这样子 那个口罩戴的事实上是戴在这里 非常的不介意不在意 其实如果这个知道说会影响你的这个雄风的话 你会不会把它戴好 那所以尽量不要感染 但是如果万一感染呢 你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目前的西药 并没有有效的可以解决新冠的肠尾效应的药物 反而是中药是有的 也是台湾的发明的这个中药的配方 那目前全台大缺货 那有一些人呢 就是厂商他为什么来不及生产呢 可能他们私底下透过类似像黑市的管道 把它销售出去了 本来一铁药一包食剂 泡热水就可以喝了 可以帮助真正得病的人 那有一些人呢 就是去抢购嘛 因为大家心里恐慌 去抢购 然后没事也在喝 中医师就告诉我们说 你没事也在喝 那个东西有点良性 为什么是良性呢 它就是因为要排除你体内的病毒 以及你往往会反复的发烧 所以你一直喝良性的东西 你没病 喝良性的东西 不要把它当作保养 因为当你真正离病的时候 真正确诊的时候 它可能会降低你的免疫力 好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 不要去抢购药物 要让有需要的人得到药物 所以现在关键是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完全失能 无能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必须要折成他们 因为所有的经费 国家的预算 对于药材的征收控制管控 都在他们手上 就该做的通通没有做 那只是瞒骗大家 没有特别去讲 新冠肺炎的这个常委的效应 怕大家听了会害怕 那所以 想要 之后没有那些常委效应的人 那常委效应有什么 甚至会触发老人失智 你可能很年轻的时候 就会开始这些问题 你如果没有好好的把体内病毒完全清除 那不是说我们今天 在很疼痛的时候去吃了止痛药 让你熬过那个疼痛 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你至少还可以工作 不只是工作 你家里的家事 总要做吧 得病之后 常常整个家就乱七八糟 像子弹扫锅 因为没有力气去整理 那你至少可以提起力气来整理 吃了止痛药降低效果 可是它有没有任何治疗的效用 没有 它只是切断你跟那个痛觉的那种感受 几个小时之后又再来一次 所以真正的问题就是 赶快把这个体内的这个病毒 把它排出去 真正要做的清零是这个 而且为什么要很快的排出去呢 因为它在伤害你全身的细胞 那你想想看 谁承受得起这样的一个侵害 可能会变笨 因为脑细胞也被侵犯 可能会记忆力衰退 然后你原来有病症病灶的地方 你本来有个问题 比如说膝盖痛 你本来曾经跌倒过 骨盆有受伤 或是脊椎有受伤 它会攻击你那些本来就 严重的这个患部 旧的伤患的地方 旧的伤口 那所以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疫情绝对不要轻忽 不要说现在大家都确诊了 所以呢很多人确诊 那开放好了 确诊也没有关系 当然你不要因此而害怕 那如果不要恐惧 不要让民众恐慌 其实政府应该真的要做事 所以防疫包 这个药包一定要给所有的确诊的患者 每一个人一定要一份 你可以发三倍券五倍券 加起来的价值啊 都已经快要一万块台币了 你发不起一包防疫包吗 你现在发饼干有什么用呢 发巧克力有什么用呢 你身体再不好的时候 你又吃糖啊 淀粉类的东西事实上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对政府的呼吁 这个是非常让人痛心的事情 这个政府怎么会这么的无能跟失能 那所以讲到加州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枪击案 那我们现在陆续去看到有一些人回应了 跟这件事情有关的 几个主要的人物 第一个 当然是张安乐嘛 因为这个凶手 他是促统会 统促会 促进中国和平统一 跟张安乐有关 还是无关 张安乐应该要出来说明 诶 张安乐今生不敢讲话 然后我们看韩国瑜已经回应了 韩国瑜的回应是什么 韩国瑜脸书回应是这么写的 我们来 我们进这个韩国瑜的这个回应 韩国瑜回应这么说 有报导说啊 这个凶手 在台湾曾经被台湾人欺负 什么叫被台湾人欺负啊 请问认同是什么 这个凶手 他是不是台湾人 他不认为他是台湾人 所以他曾经在台湾 跟某一些人起冲突 所以他因此 他就有权利去仇视 所有的台湾人吗 这权利从哪里来的 这个逻辑从哪里来的 在任何的地方 你都可能跟任何人起冲突 那你在美国也被欺负 被黑人欺负 所以你可以去杀黑人 被白人欺负 所以你去杀白人 是这样子吗 这什么逻辑 韩国瑜在脸书这样说 你觉得你自己这样写 是四评八文吗 不是 他是自打嘴的证据 怎么自打嘴呢 韩国瑜这样说 等于是让人家去回想 韩国瑜在族群撕裂上面 有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他有没有贡献过 有 韩国瑜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他说台独比梅独还可怕 这句话什么意思 梅独是什么 梅独是中共吗 所以台独比中共还可怕 还是你自己带入 台独跟梅独 是一种 性病 这样讲话很有趣吗 这就是仇恨罪的来源 为什么有仇恨式的犯罪 每一个社会都有精神病者 他们可能对于很多事情很热衷 他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狂热 以及缺乏理性 那是谁激化的这些人 真的要准备这些枪支 然后走到一个教会里面 对着一群老先生老太太 施以屠杀式的这样一个行刑式的枪击 谁给你这样的权力脑袋是怎么长的 就是这些人助长的 那我们不是说各达五十大板 蔡英文有没有责任 民进党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 这几年本来绿营洋网军是要对抗 反击中共的认知战 没人反对你做 因为对于中共的认知战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一个 以前的复兴纲对不对 国防大学 他本来就有这样的配置 有专家 你训练一些学生 出来之后 他们本来是在做认知战的工作 结果现在认知战的工作 不是这些人在做 是一些讲话充满仇恨的这些网军 这些网军拿了钱 什么话 无所不至 他对于蓝营 对于想要统一的人 所施以的这种极端仇恨式的这种言论 你什么时候看蔡英文出来阻止过 连赖清德在2019年的时候 民进党党内初选 都公开呼吁蔡英文主席 提禁止他的网军的攻击 现在新德是副总统 网军存不存在 米娜有没有花很多的国家的公帑来养网军 有 所以这个仇恨 这个问题从哪里来 蓝绿 黄 白 这通通都有责任 所以我们今天看族群真正的融合 绝对是一个社会永远停不了的一个工作 我们必须要人人有责 所以我们昨天说 郑医师的牺牲生命 他产现一种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这种牺牲自我的这种精神 他是个英雄 很不幸的在这个乱世 所以他的事业 他的家庭 一切在那一天话下修之佛 这是一个不幸 甚至对于这个凶手本身 这种行为是一个懦夫的行为 可是也是非常可悲的 是什么给他洗脑 脑袋里面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毁了别人 毁了自己 成就了什么 会让更多人相信 两岸可以和平统一吗 他们认为的两岸 我们认为的一边一国 我们认为人生而自由 没有人可以蹲在你的头上 指挥你 蹲在你的头上 领略你 告诉你 你该往东走还是往西走 连你的思想 他都要钳制 都要管理 谁愿意受到极权的统治 人生而自由 这件事情 是要去实践的 所以去追逐自由 去追求自由 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而且是义务 国家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这是义务 蔡英文还抱着中华民国不放 那对于像韩国瑜这样的人 他的思想到底是什么 都已经出人命了 他还说 他还在这个脸书的说法里面说 这个人曾经受台湾人欺负 好像正当化 合理化 他的杀人的行为 你在台湾的时候被欺负 你跑到 美国 乱基 Orange County 的一个教会去杀 没有欺负过你的人 一辈子不认识你的人 这逻辑在哪里 所以韩国瑜写这个东西 逻辑在哪里 不要说什么各打五十大板 可是这是事实 撕裂族群 本来就是蓝绿的贡业 现在还有白色的加进来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轻易的被割韭菜 有因果比我报应 这就是因果 终究应该要有报应 你们这些人都不相信神吗 不相信死后的 有一个硬报的 有地狱吗 坐在那个位置上面 吃味素餐 有政府能做事 坐在那边看 怎么会这么的冷血 这是让人非常非常痛心的 我是一个不会骂人 我也不知道怎么骂 我的节目就是四评八文的 我觉得就是 大家理性来讨论问题 有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 可是针对这件事情 我真的有很多情绪在上头 没有办法忍 因为当我们纵容 族群撕裂 当我们纵容网路上的霸凌 其实这种仇恨 是莫名其妙 是莫名其妙 没有必要 凝聚这么多的仇恨 终有一天它要爆发的 所以只要能够理性探讨问题 在我的平行空间里 在我的同温城里 我都会鼓励大家发言 可是我是那种仇恨式言论 对不起 一次就可以再见 因为不应该给这种言论空间 零容忍 当时纽约 地铁 过去一大堆的问题 涂鸦脏乌 到最后就是一个犯罪的黑潭事 朱利安尼当时 清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喊出一个零容忍 就是要零容忍 这种族群仇恨的问题 才能够被解决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历史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信仰 背景跟主张 那么我们有共同的交集是什么 唯有民主法治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交集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 幸福快乐 安身立命 不敢你相信什么 可是不可以用暴力 不可以用威胁 不可以用利诱 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东西 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说的 也禁告这些政治人物 族群撕裂 你们都有责任 有因果必有报应 不要不相信 有一天他会来临的 我们下一集见 音乐的一天 音乐的一天 偶尔飘着轻轻的风 无声绽放的玫瑰 日夜穿过门风凋零无眸 不认识过去对未来不懂 身在困曲该挣扎还是顺从 干涩的夜寒就没有泪水包容 老巷子里的书信也早已尘封 Zither Harp 雨子又重逢呼唤的传说 千年后依然在心中 失去野心的力量 身影在风中空洞悲伤与共 不再有梦 我们犯的错都相同 苍白面容 梦想一空 重申于希望 希望就要振脱老梦 全力去寻找 爱和人同 Zither Harp 雨子又重逢 大海和天空 人熟悲伤与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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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敲动停摆的钟 快乐不该是挣扎或是顺从 期待那天 与你与自由重逢 老乡自装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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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新的我 同温层突破 同温层 我是同温薰 你被估讨を 手脚冰冷 别烦恼 暖为暖功护腰 行动电源随差挤急用 可水洗 可拆开使用 爱用者推荐 健康首选 喝纯净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e.tw 喝好咖啡